大威德天天晨曝 2023年7月23日周日 长春藤100专业规划督导 助力孩子们步入顶尖名校 社团简讯 大威德登山队 本地剑走活动 莫丰交洋之族常乐 初级将于今天周日 7月23日 在北温斯易墨山地区进行 健康生活走起来 下周四 大威德登山队将开始 今年夏天的第一次终极剑走活动 暂定海田公路 盖瑞伯欧地冰川地区的精灵湖 小伙伴们可以在各个登山群 报名参加 健康生活走起来 小伙伴们喜爱的匹克球运动 又遇到了麻烦 其实这个困扰一直也没间断过 就是噪音和邻居的投诉 一对住在飞沙河谷地区的夫妇 决定采用绝食抗疫的方法 就坐在匹克球场地的正中央 直到赤利瓦克市市政府 把这个场地关掉为止 匹克球运动俗称就是 场地乒乓球 也就是人们在羽毛球场地上 按照网球的球网高度 用大号的乒乓球拍 打大号有孔的塑料球 但是不同于乒乓球拍 匹克球的拍子是硬木面料 或者硬纤维板面料 没有乒乓球拍那样的胶皮面 再加上击打的是带孔的硬塑料球 发出的乒乓乓乓的声音 可想而知 不绝于耳 估计只有打球的小伙伴 会沉浸在这种声波的愉悦中 这个温哥华都会区东边的 飞沙河谷城市也是 把场地就建在了人家住宅的旁边 让这些居民不堪其扰 尽管近日该市正在球场周围 加装了所谓声音隔离挂电 但是居民测得的家里噪音分贝 仍然高达85分贝 再次提醒大家注意游泳安全 昨天又有一名少年在湖里游泳溺水 至今仍在医院急救中 温哥华都会区穆迪港市的萨萨迈特湖 是夏日全家人喜欢来休闲烧烤游泳的好去处 尽管很多人在这里游泳 昨天下午一位14岁的年轻人仍然发生溺水 救生员和周边人士把他拉上岸实施CPR 直到救护车赶到 据央视网报道 中国早到收获已过八成 当地大力推广装配有传感器的新型履带式收割机 可以自由升降 原地转弯 机收损失率可以控制在1.5%以内 长春藤100专业规划督导 助力孩子们步入顶尖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T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